今天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全国生猪生产保持恢复发展 猪肉供需矛盾有所缓和 预计春节期间猪肉供需总体平稳 菜篮子产品丰富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从消费监测数据看 12月份集贸市场猪肉零售交易量 环比增长11.7% 供应增速高于消费需求增速 猪肉供需矛盾有所缓和 从生产供应看 生猪生产继续保持恢复发展的良好势头 一些养猪产户前期压栏的肥猪 开始集中出栏上市 春节前肥猪上市供应量大幅增加 据监测刚刚过去的12月份 生猪出栏比11月份增长了14.1% 12月份出栏肥猪的重量也在明显增加 表明目前鸭栏的大猪偏多 春节前这些大猪都将逐步出栏 加上商业储备政府储备和进口增加的猪肉 我们预计春节期间的猪肉供需总体会是平稳的 与此同时去年以来牛羊肉 秦肉 鸡蛋和牛奶生产全面增长 据农业农村部检测 初步测算 秦肉产量增幅在15%以上增产约300万吨 这是历年来少有的 牛羊肉产量约增长3%左右 鸡蛋产量增长5.7% 牛奶产量增长5.7% 增幅都显著高于近五年来的平均水平 总的来看 牛羊肉 秦肉 秦蛋 牛奶市场供应应应该是十分充足的 既可一定程度上填补猪肉供应的缺口 又能丰富老百姓的菜篮子 谢谢大家 您的意思